各位,我就宣告一個叫ORICH ORICH的預設值為0 就是取得到底你要轉換的幣 就是多少錢 然後的話呢 如果GET test裡面 它不等於NUMO的話 不等於NUMO表示有東西 如果說你這邊點ToString的話 也就是說如果GET test裡面回來是 會用UJET的方式來判斷 如果你這邊的話 假設你要ToString的話 這邊就不能用NUMO 就要什麼呢? 你就要點ECOS ECOS是什麼呢? ECOS空置串 所以這地方的話 就不要再ToString 你就用NUMO好了 如果不等於NUMO的話 表示說它裡面沒填東西 那就直接跳過 就不去執行 所以不會有任何動作 反之的話呢 就取得 有沒有用轉型的方式 丟給它 假設輸入1000的話 那就怎麼樣呢? 把1000乘上他們 通通丟 用SET test 就好了 所以這個應該 每幾行的程式 應該都寫得出來 那RUN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這邊輸入一個1000 輸入1萬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鍵盤跳開 你會發現這個值就出來了 而且有小數點 那這個裡面的話 基本上 其實這個題目裡面 有限制說不能填什麼 填其他什麼 非數字啊 那我有講過 這一個SDK 那個 那個 Editas 它已經做什麼 限制了 非 數字的 怎麼樣 無法輸入耶 所以基本上也沒辦法輸入 也就是說基本上那個程式連寫都不用寫 因為連輸入都不能輸入 那基本上應該是沒有錯誤的可能性 OK 所以這個部分前端已經幫我把它cover掉了 所以後端的部分就可以不需要去限制什麼 你一般填完之後 只是說好像這個地方 這個鍵盤 它按確定之後 應該要跳離 它沒跳離 所以你可以這樣按一個back的鍵 或者按往下的鍵 這個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一題非常簡單 一個enjoy 第一個 你有版型快速建立 第二個就是程式 123 就建完了 那如果說你要把程式的事件改成這裡的話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不要以這個當成事件 你也可以怎麼樣 在Editas ED06裡面 它有一個事件叫 應該是test change 就是當文字有改變的時候 那就做什麼事情 OK 那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建立一個那個 Editas上面的listender也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 Note 很多 每一點到 Maria 那裏 楓 有點 有 百分 正